大家好 欢迎收听报道好名声 你现在收收听的节目是我们报道人报忙来制作 报道地区是我们FM98.5报道心声 中报地区是我们FM99.1台车电台 你每礼拜礼拜会报3点到4点 欢迎大家的周围来收听 当然我们报道人报忙有YouTube 我们可以看到周围的播出 也欢迎大家给他订阅 最近我们报道人报忙有出这个APP 你可以下载我们报道人报忙的APP 今天非常欢迎来邀请这一位是我的好朋友 我们从2007年就认识到现在了 现在在桃园市中立区参选立法委员的彭俊豪议员 你好 所有信赏朋友们大家好 彭俊豪议员他有一个特色 我2007年遇到他的时候 我就觉得他长得非常像周杰伦 大家赶快切YouTube来看 因为他除了问政非常认真 那也当了三届了 对 这届第三届 第三届 那他父亲也是非常有名 他父亲就是彭天赋委员 对 我们也算俗称的政二代 没有啦 他也自己很打拼 因为彭天赋委员他为官也算是蛮清廉的 所以他还是要靠自己努力 好 那我们来讨论一些事体 因为作为议员他本来就是要监督市政 那最近我们看到新竹市有一些案子出现了 因为之前上个礼拜我们大家还在讨论说 到底这个回建主的林美满到底是什么关系呢 跟这个Jack 就是那个高宏安的男朋友 因为我一直误会之前男友 原来还在一起 如果没有这些案子 我还不知道你们还在一起 Jack呢 他用五万块租了一间豪宅 那这间豪宅的屋主被查出来 叫做林美满 阿满尼 他是用现金买这个豪宅 这个现金大概五千多万 我本来想说他还要贷款 结果不用贷款 而且是高于市价 市价一瓶大概是三十八万左右 那他大概买五十几万 那他又本身之前担任过这一间建筑公司的监察人 这个建案的监察人 后来赶快请辞 那李正浩就更多的爆料就出来了 原来这个从寡妇楼的都更案 跟生意合见 跟这个林美满都有相关的关系 那我想问一下这个俊豪 因为你如果在当市议员要监督市政 那为什么这么紧密的关系 民众党的这些议员 或者是甚至他们的主秘都要出来开记者会说 这跟我们没关系 我们这些是合法经得起考验 你觉得这些经得起考验吗 我觉得这件事情非常难经得起考验 难经得起考验 因为我自己在担任民意代表的 过去的经验来看的话 他这件事情都会让他觉得非常的不可思议 我常说其实人跟人之间有些红线 是不能超过的 对啊 甚至一些灰色地带也尽量不要碰 因为政治度其实是很长 那我们希望在地方上留下好名声 所以光是他这个五万块的一个低廉住金 住到一个这么好的豪宅 那加上他跟建商的关系 到后续整个都更的程序 启动的速度这么快 我觉得但就单一事件来发生的话 我们可以做单一来讨论 但是刚好每件事情都这样连续性的发生 当然觉得会觉得 你这东西就是有问题 会觉得很奇怪 对 我觉得大家要出来说清楚 因为我觉得还蛮厉害的 就是说刚好租到这个房子之后 我看李正浩的脸书 他就写了 怎么那么奇怪呢 这个生意开发都市更新计划拍板 这个蛮特别的 因为每个月都有进度 非常好 因为我知道都更很麻烦 一般如果双北的话 我大概知道要两年 差不多 两年 因为要跟这个住户区的同意 工厅会 然后审查 还评等等 到建造发起 这样子 要两年的时间 台北市大概是2.34年 新北大概2.50年 不过高昂还蛮有效率的 因为他只要11个月 一半的时间 诶 都更就可以马上启动了 而且 自办都更的工厅会 也非常的快 因为一半晚两个月内 就可以取得这个 市业绩全变报和 就是说给市政府核准了 你怎么来看啊 你桃远都更有这么快吗 我讲一个最近我们刚动工的 叫太风轮胎 太风轮胎的一个都更案 大家不知道他们的印象 在几年前的时候 那时候台风轮胎发生大火 对 那时候租着桃园中地 就可以看到那黑烟 非常惊人 我印象大概是2017到2018的时候 那时候就讲说 这边要开始都更了 你看2018到现在几年了 对 那到现在才可以动工 就知道这个时间 其实是非常长的 那回过头来说都更这件事情 其实都更 当然我们不希望它太慢 但也不能太快 不能太快原因是什么 就是说都更 其实有它的公益性 以及必要性 对 那这些公益性必要性要怎么确定 就要通过很多的对话 那你要地方上很多需求要确认 你比如说你要打开交通的节点 还是有些公共设施的需求 所以你要透过很多对话跟沟通 才可以确认说我这个都更之后 出来东西是什么的 对 绝对不是只是图立这个地主而已 没错 你更大需求是要怎样满足地方上的一个期待 所以我觉得这个案子这么快 到底做出来会变什么样的东西 是一个只完全满足地主的需求吗 那地方上需求到底没有重视到 这我觉得是非常关键的部分 那当然它的程序可以走那么快 我觉得好啊 那如果以后你真的走那么快 走那么好 以后你是不是起它新竹式的案子 完全比照你这个案子 对啊 对啊 那我当然我也可以 你就是都更超人 对 因为我觉得这个 这个大概有几个案子是这样的 一个叫做水源自办农村社区土地规划 对 然后一个叫做寡妇楼的都更案 然后再来就是生意和建都更案 那这几个案子其实说复杂也蛮复杂的 但是说简单也蛮简单的 因为林志坚后来他希望是用公办都更 用公办都更来讲的话 就是政府来做主嘛 对 然后着急建商跟住户协调 然后一起和建 然后看多少层做社会住宅等等 这不管 寡妇楼这个案子 我个人觉得 新竹市政府的阻密在说谎 为什么呢 他说寡妇楼的都更 已经在104年已经审议 那去年通过绿资源的审议作业 绝无林志坚任内冻结 高宏安上任重新启动 但是这个争议在哪里 我告诉各位 第一个时间序不对 为什么说时间序不对呢 104年 这个所谓进行审议是 这个林志坚知道那里要读根 然后他希望把它变成文资 就是他是古迹嘛 对 因为他这个跟日出世界大臣有一个官 那一个历史象征意义嘛 可是他就申请了所谓的文资审核嘛 对 好 在审核中间呢 夭壽啊 让他疼掉了 疼掉的时候 他当然就把它冻结起来 后来因为经过了长时间的问题 好吧 你说说已经把它变成那个 都拆掉了 也没有文资审核 所以他就把文资审核撤掉了 可是他从来没说要读根啊 没错 也有可能原地重建啊 对啊 也有可能再让 把它盖成公园啊 对 可是高宏安一上任之后 马上把它变成读根计划 而且跟这个益昌 昌益啦 昌益啊 集团的子公司 来作为合作要盖 而且跟屋主又有很大关系 这个林美满又有很大关系 因为有担任董事嘛 对 所以我想问你 在你的了解里面 一般我们来讲 所谓的这个文资审核 到后来要进行读根 是不是程序应该就非常复杂的 非常复杂 就是说像我们前阵子桃园 中立也有做一个文资审核 就我们的五号仓库跟六号仓库 对 那时候有些地方上的文艺团体 就是觉得说 这些地方有它的故事性 有它的记忆点 所以应该尽可能把它保存下来 对啊 所以我觉得当初 林建市长他当然会对这件事情 非常关注的原因是说 确实他认为寡妇这件建筑物 他不管本身的结构 或者在当时在地方上的故事性 他其实很适合做一个文资审核的一个重点 对 但是为什么让他神奇 就是这个开发公司 在知道要进入文资审核的时候 就直接出动一些重机去 对对对 把它毁损了 有够霸道的 对所以当然我觉得 刚刚讲的那位秘书长 跟林建市长的想法跟目标 其实完全是两件事情 对对 所以我觉得他有点是要混乱大家的那个啦 对啊 我觉得这样 对我觉得他也是要混淆事情 对对对对 所以后来中立那个案子有通过吗 有后来有通过 通过 后来就保存下五号仓库六号仓库 所以后来整个铁路地下化 相关工程也做一些小小的调整 但是我觉得这个部分是很值得啦 因为其实这种文资保存相当的不易 没错 我们本来就是要在都市开发 其实在一些文化的保存上面 尽可能找一个平衡点 对对对 因为我觉得新竹市呢 它本身也是二高嘛 学历高收入高的一个城市 那林志坚上任之后 它不大啦 其实新竹市很小 大概比中立还小很多 其实我觉得 我自己去过几次新竹市 我觉得新竹市 让我觉得很喜欢的地方是 它除了绿地的保存 邮局的更新做得很好之外 它对一些文物啊 对一些有故事性的东西 也做得非常好 比如说大家去过东门市场的话 对对对 对去逛过的话 你会觉得这地方做得非常有趣 我们常常在谈市场活化啊 花很多钱 然后做很多硬体的改善 你实际上去看东门市场 你会觉得说 其实这个地方 它的硬体设备的需求 都花费 应该不是那么大 但是它可以做出特色来 同时也创造很大的经济效益 所以我觉得这几点来看的话 林志坚市场过去在 新竹市的政绩 确实是让它觉得 非常的很不错的 这大概是有目共睹 但是 好了 这时候大家要开始切割了 因为等一下会来讨论一下民调 但是我先讲柯文哲 柯文哲呢 在两个礼拜一个多礼拜前 高宏安说 我已经停止所谓的所有的党务工作了 柯文哲呢 隔天还出来开记者会说 高宏安是自动说要停止了 结果现在民众党好玩了 忽然间有个评委会出来了 我上个礼拜还在媒体质疑说 你民众党到底没有评委会 他说要高宏安停权 一直到所谓的判刑确定之后 再恢复 我想问你 民进党制度有这样子吗 像这种案子那么清楚的时候 民进党不是马上会 中平会就会开始审查了吗 其实早就会审查 当案子 你看他等到案子确定到 整个事情发生 到后来已经扩大 甚至影响到他们民调的时候 他们才真正有些做法出来 但你可以看到他们做法 其实还是一样不甘不愿的 他们讲说已经停车或干嘛之类的 但最后还是讲说 你们民进党不要打太错过 最后还是在关民进党 但是整件事情你会觉得 其实这件事情 整个会爆开是什么 其实还不是他自己以前的局长 钱康明陆续上去爆掉之后 才会大家去关注到这些事情 包括他自己 他那时候的助理费案 也不是民进党去K他的 是林坑人 所以我觉得整件事情 是觉得很奇怪 我们大概只在做一个讨论而已 但整个事情的起始点 都不是民进党 但是到后来 都是在快民进党 我觉得也是蛮奇怪的 对 我也是觉得很匪夷 因为刚才 郡豪讲的没错 第一个 你朱里费 林坑人爆料最多 后来什么 把大佬出来要求他说 你要停止再爆料 后来他加一句说 我认为高宏安 还没确定之前 是无罪的 我都快笑翻了 然后再来就是 刚才郡豪讲到的 这一次 他这个党纪的部分 你民众党也太好笑 社会一片舆论之后 才愿意来做这些 这是非常可笑的 总而言之 他就是可能要保持 你的妹妹柯美兰参选 我们今天非常开心 邀请到我们 桃园市中立区的 立法委员参选人 也是三届的议员 我的好朋友彭俊豪 刚才俊豪在分析的非常好 现在民众党终于切割了 那切割的速度有点慢 已经影响到柯文哲的民调了 那听说柯美兰也要参选 这个新竹市的立委 我想问一下俊豪 你们在报请为鉴的话 会很麻烦吗 在桃园的话 报请为鉴不会很麻烦 还蛮快的 那基本上 通常以桃园市来说的话 会先委由区域公所的公务科 先去拍照 做初步的鉴定 然后确定好之后 再把相关资料 那送交给我们市府的鉴管处 那再做鉴管处 做最后的认定 然后再做他的 他的状况 来试他的 拆除的一个速度这样子 这看得出来柯文哲的 他们老家的维建 拆的速度算快了 因为社会议论太大了 不过拆一半而已 股价还没拆 后来去督军的是柯文哲的妹妹 60岁的医生 这他妈妈帮他爆料的 女人年纪是个秘密 结果他妈妈说他已经60了 60岁的医生 柯美兰医师 他现在说要参选新竹市的立法委员 可是你看 柯文哲在切割高宏安 他妹妹又要参选新竹市的立法委员 那新竹又是民众党的摊头榜 你怎么来看 他妹妹参选这样子胜的几率大吗 我当然觉得不太容易 那我觉得选举真的也是一段沟通的过程 那你要透过沟通的这个手段 才有办法得到更多的共识 但是我觉得确实柯文哲家族 大概是全台湾最知名的家族 对你很少看到一个正职人物 你会就是他他的太太 那他的爸妈到现在是他的妹妹 我觉得非常的不简单 那当然我觉得或许可不可以想靠着哥哥的在地方上的一个声量 那连带让他可以行水涨船高 然后可以顺利过关 但是我觉得其实一个政治人物最重要还是要靠他的一个论述 那他的期望 那他对地方上什么愿景 我觉得这样才是一个政治人物应该要做的一个表率 而不是说我想帮家族怎么打下什么的摊头保 我觉得这个好像一种家天下的概念 我觉得这样子是不太不应该是政治人物一个出发点 没错因为老实说我看过俊豪服务 有一次因为要等他开会 我在他们家外面先等 我看这个你们家像开银行 因为神请的案子一直进来 你还要很耐心的跟他解释 其实我觉得这也是我父亲跟我说的 因为我父亲说其实有时候迷带有像是一个医生一样 确实像个医生 那而且你不是什么那种耳鼻喉科或什么神经外科 你是个综合医院 那各个状况各个阳台都想法去处理协助他们 那当然来客数多表示说你的医术还算蛮高 所以大家应该给你看 因为吃你的药有效 我给你看过之后是有进步的 所以说我们一直保持这样的一个节奏 那希望说继续给大家觉得说 我们是有真的帮助到大家这种感觉 所以我觉得当然民意代表有一个初衷 就是当代议师 那代议师就是说充分帮大家发声 而且要征服他们的权益 那适时的解决他们的问题这样 对我觉得俊豪是不简单 所以我觉得柯美兰好好想一下 听妈妈的话回去当医生会好一点 因为当民意代表不是真的就像你想象的 说这么简单 因为还要服务大家 我们看到林传美有公布民调 在士卡都的状况之下 赖清德已经突破了所谓的天花板 几近40% 来到42.52了 也要领先 那民众党的柯文哲 以这个24.23居次 那这个侯友以22.25位居老三 我觉得鸿海德创办人 我实在对啊很不好意思 你好不容易找个赖配小 我以为可以加分的 结果只剩下6.58 我想问一下这个俊豪 你却为什么 现在这个郭台敏都已经启动连署了 夜市都在去了 那为什么他的民调还是起不来 我觉得我先说 我觉得林传美的民调是其实很有趣 他基本上他有蛮大的比例 是透过网路 那透过一些跟传统电话的民调 是有点不同的地方 所以按照过去对手会觉得说 他们传统电话民调 测出他们11自制度 这种想法来讲 有点就不共自破了 对那看起来在林传美这种 所谓新式的民调调查方式之下 赖金的自制度也突破到四成 那在后续柯文哲 也感觉就是慢慢消风的部分 那在最后 当然比较压抑是郭台敏的部分 对啊 我觉得或许就是一种板块的移动 那当时就是 当民众开始觉得说 你的看好度太低了 你是没有希望的时候 或许本来是从柯文哲 这个侯友宜 移到郭台敏的那些出群 慢慢就归队了 对所以到最后 我觉得这种归队的现象 会未来的明显 只是到最后可能发生在侯友宜 或发生在柯文哲身上 你们是中立有连署战吗 好像没有 好像没看到桃园有连署战 因为好像只有台北 南投启动而已 我想这搞不好就是 他民调不高的原因 对啊 总可以呼吸桃园了 对啊 你好歹去夜市 桃园蛮多夜市的 中立夜市蛮好逛的 你也可以去试个摊子 加油 可是蛮有趣的一件事情 现在朱立伦在说 我们民调如果在野的加起来 是可以跟民进党PK的 可是你觉得在野会整合吗 柯侯会整合吗 然后跟耐清德有的PK吗 首先我从来不觉得说 所谓民调全部加起来 就可以盖过对手这件事情 这种事情是不可能发生的 对啊 在以政治来说 一加一大也二这种概念 不一定是真的 对啊 你看过去很多历史 已经告诉过你了 过去的连宋和 对啊 对上那时候的陈崔匾 对 那时候就是一样 对啊 大家都觉得连宋和已经大了 陈崔匾 那实际上结果出来 不是大家想象的那样子 那再来说 会不会和 我觉得当然要 你们要先确定谁要当盟主 那谁要当富的吗 对 这件事情如果先讲不容的话 基本上不可能的事情 对啊 所以我觉得 呃 他当然有这种想法 但是我觉得 这回到我们讲的 其实 你看他们到现在目前的位置 还是说 我就是要把你们家还掉 对 对 事实上 你应该说出来 你的论述是什么 你到底要把国家 带到什么样的方向 对 你应该从这方向来去 凝聚你的支持者 这才是对的方向吗 一个民主政治怎么会说 啊 我跟你结合 我跟你结合 就是为了打倒对手 对 打倒对手不应该是你的诉求 对 你的诉求应该是告诉大家 到底你当的总统要做什么事情 然后你要告诉我说 我的诉求是打倒民进党吗 对啊 这不太是一个民主国家 应该要有的一个论述 更的话 你是一个国家 一个政党的主席 我觉得这样的发言是 我觉得其实是不是非常成熟的 对 因为 现在全世界在意后都在举债 那台湾 在债务表现上 其实是非常好 因为我们还在还款 对 那另外一件事情就是 9月28号 我们的潜舰要下水 是 所以对台湾来说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军事的一环 所以 侯友宜在这时候也去访美 他也到国会山庄去 然后也拜会了很多人 包括AIT的理事主席都见面了 对 但是侯友宜提出一个所谓的3D战略 我想问一下俊豪 你怎么来看台湾的国防 因为你不觉得侯友宜不提到国防很奇怪吗 国防对台湾来说应该是蛮重要的吧 非常重要 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现在当然是在一个 隔近国家对我们一直很多想法的一个状态 所以我们一向在做 就是说做好准备 那提高 如果要侵犯的时候 他们的一个成本 这本来就大概在做一些事情 对没错 所以我觉得国防当然要提 所以也感谢过去很多世界大国 那提供了很多政策上 或者实质上的一些协助 然后才让我们在这个位置上面 那可以我们扮演一个关键 不管是印太的和平 或台湾的稳定 其实都靠的是我们有一个自无无装的能力 对我们在国防军备上的一个提升 对所以我觉得他不提 那我想或许他某种程度 还是要避免去刺激到 跟他友好的一些国家 而且他美国说了一句 台湾是地球上最危险的地方 我不知道现在乌克兰跟俄罗斯 好像不太危险 对对啊 我觉得这种讲法是没办法引起大家的 共鸣的啦 因为跟我们大家的那种现实感是差很多的 对啊 那你如果台湾是地球上最危险的地方 你要一个清楚的论述嘛 我觉得后尔宇到目前为止最困难的地方 就是他对任何的事情都没有一个比较清楚的论述 对没错 对他讲不出来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结果 他只会跟你说我觉得是这样子 但为什么是这样子 你可以请他解释 但我相信他应该讲的不是很清楚 对因为这个真的是非常回忆所思的一件事情 是说侯友你就去跟美国了 你应该好好去回答AIT的主席的意见 可是你为什么一直在讲台湾 台湾好像是你也把酒来的 跟他兵兄葬位的一样 而且俊豪你的选区应该是比较 蓝大于律的选区吧 对我的选区是过去讲的监困选区 那在这个地方 除了曾经有次补选 兵经厂胜选过之外 那后面都没有 有补选胜选过 有有一次是 那时候是吴志阳去当选县长的时候 他那席立委 那就补选 补选之后 我们当时的黄仁淑委员 黄仁淑委员 对他那时候补选就胜选了 就黄崇禅的父亲 对他的父亲 那时候胜选过一次 那除此之外 这一区就是没有赢过这样子 那你怎么来看 你们现在的赖清德在那边的选情 或你的选情呢 我觉得 现在状况是说 因为我觉得还是感谢过去 政府压师长他八年的努力 所以在很多地方上 建设大家是有感的 而且认同 甚至到现在怀念的 所以在这个部分的话 其实整个绿军的制度是有提升的 那再来就是说 这几年在中立地区 有很多的一些新兴的生活圈 比如大家熟知的可能青浦 过岭 那我们后站新的一些生活圈 体育院区 那这些新移入人口的时候 他们其实看的是你个人特质 你的政策 甚至到政绩 那所以在这边都是我们的突破点 所以其实你可以看到 说算过去 民进党在这区是很难赢的 但是你可以看出来 第一次的选举 其实是我们的 不管是 我们的选举的 整个版图的拉近程度 这一次议员好像当选蛮多的 也很多 那在上次训绩 我也差一点点 那到我上次选也差一点点 那当然刚刚 没有讲的一个关键是 我们这次虽然淘宇市长 没有办法接去 郑文燦市长的棒子 但是我们在地方上议员选举是非常的 成绩是非常好的 比如说中立的议员 在上一届2018年的时候 只有两席民进党级议员 但这次有五席 所以我们在地方上基础变深了 也变广了 所以这个也是我们觉得 这一次中立区立委是大有可为 看好度也非常高的一次 因为中立是一个蛮特别的 那里的闽客的这个分布是怎么样 中立是号称是客家第一庄 所以我们客家第一庄 我们客家当然非常多 其实应该说 这个一个中立的组成是非常有趣的 就是说他有客家庄 那同时也有很多的眷村 那当然米兰人也非常多 那当然还有像是一些 其他的移路人口 像是一些外籍人士 那也非常的多 因为我们有工业区啊 那还有一些过去一些 滇满一带的移路人口 所以这个桃园市是一个多元融合的一个城市 中立啊 中立对 常常会有一个叫做中立跟桃园之称 对 因为好像中立人觉得自己是中立人 不会讲说自己是桃园人 应该讲说 因为早期在县制时代的时候 那桃园市 桃园市就桃园市 那中立市中立 中立市 所以早期在中立市 就习惯讲自己是中立 然后加上中立的生活圈 会有自己的生活圈 那常会觉得我跟桃园市生活圈是不一样的 那其实在很多在整个都市的发展之下 我们常会讲 桃园市会认为是一种双子性的城市 就是桃园跟中立 所以中立涵盖整个南桃园的生活圈 其实不只是中立人觉得自己是中立人 甚至连平正都会觉得自己是中立人 平正你会觉得自己是中立人 对 我曾经在路上做个街坊 结果他说 那你是哪里人 他说我是中立人 我说你中立人 那你住哪里 他说我住中立的平正 我说那你是平正的 你不是中立人 所以这个是一个 过去我们的一个认同感 所以我觉得长期以来 我们都会认为中立是中立 桃园是桃园 这蛮有趣的 因为我先跟各位讲 俊豪是选中立的立法委员 你不要平正要去找俊豪找不到 需要服务我们也可以协助 或者找平正留人照 因为他们现在成立一个叫做好照连线 或者好人连线也可以 蛮有趣的 因为我们上次也访问过这个人照 那因为他选这个平正龙台 其实也是算蛮艰困的 他也是号称从来没有赢过的 但是我常讲就是因为我没有赢过 所以我们胜选之后会加倍的努力 对加倍满足地方上的期待 对对对 那我想问你 赖清德副总统现在在那边选前好不好 我觉得蛮不错的 其实在应该说像你看丁川面的民调 对 那在他有做一个各县市的分析 其实在桃园市的民调也是进步的 那再来就是说我们有启示跟赖清德副总统在地方上的这些活动 那其实非常受到地方上民众的肯定 真的欢迎 对 因为他有一次好像去帮你去那个庙拜拜还是 带着我们去庙 其实他已经来好几次了 那之前有去地方上几个像拜妈祖的 或者是拜我们的官圣地君的 对 他都有去拜过 那基本上信众啊或者是庙房都非常的欢迎这样子 对对对 因为我觉得俊豪在那个选区呢 他上次只差一点点 如果这一次再冲一下可能就过了 是不是有机会的 对因为我觉得现在的政治版图一直在改变 尤其加上这个白色力量在乱之后 我觉得整个政治版图在变 天下杂志在2023年终于做了县市首长的施政满意度的调查了 那大概把它分为这个标杆 就是还不错的啦 就不错很不错的那种 然后优等组 普通 加等组更普通 然后冲置组就是吊卡位 就这么简单 然后结果呢 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后面 包括这个高宏安 然后基隆市长 这个谢国良 然后蒋外安市长 侯友宜市长 还有这个新竹县长 他们刚好都在后面调查卫 你怎么来看这个现象呢 奇怪 新竹这几个地方好像最近都有一些案子出来 包括这个新竹县有贪腐的案子嘛 对 然后我们的侯市长 作为新北市民我不知道他在哪 然后蒋外安刚好有大致坍塌的问题 然后谢国良 哥哥 好像还没实现 一直忙着出国旅行 然后高宏安就更不用讲了 刚才我们谈了一堆 你怎么来看这个民调 我觉得这样子 就是说这个对侯友宜市长来说是个警讯 因为他过去一直来 他最引违要的就是这些所谓的 他的所谓的 埋度五星级 各方面这种指标 他非常的 他认为是他最大的一个利基点 那我觉得他对他说挑战总统来说 也是他最大的一个利多 他一直来都是这样子嘛 那基本上其实他不是一个 可以有什么样的 人家讲他这个不有趣的韩国语嘛 对 这个形容好贴旗 对对 就是他讲话 也不是说有让他觉得会人家为之一样的感觉 或者他各方面什么 人家觉得很惊讶的特质 好像比较没有 所以他一向有来会被他拿出来讨论的东西 都是他说过去他新北市的治理 好像非常的不错 因为我不是新北人 我不太清楚 但是确实他过去在整个媒体上面 或者在这些媒体上面 所以他显现出来就是 他的治理是他的一个强项 但看出来 这次民调是有点把他点破掉了 那我觉得大家要特别注意 但会有这种现象发生 那大概我觉得 跟他这次输一市政是有关的 那大概他花很多时间 在做总统的竞选的工作 那当然他在市政上 就比较没有去做处理 那所以造成这样的结果 我觉得对于侯友宜市长来讲 我觉得他要好好的去提升他的民调 他最好最应该要做的事情 就是提升他的一个新北市的治理 没错 对啊对啊 要不然我觉得可能只会每下愈狂 对对 因为我觉得侯友宜可以找一下张立善 因为张立善刚好 他在优等组 没错 所以找他当副手 我觉得也是一个不错的人选 好像蛮不错的 对对对 我想问一下 因为张善政的成绩 你说好也没有很好 因为他就是一个无声无起的人 可是他也没有到所谓的很好的一个表现 他算是中下等 你怎么来看张善政在桃园的执政 其实在我们先回过来看 我们过去的市长 郑文参政市长 他过去在很多指标上都是明年前茅的 对不是都是前几名 那当然张善政市长上任之后 他推行最多是相关的福利政策 他过去开一些指标 比如说老年金 或者是营养午餐 那正在这些我们是觉得 如果能够照顾到更多市民朋友 我们也是乐观其成 但是对于很多民众来说 实质的建设是什么 大家关心的一些 比如说公园绿地 那到很多就学的需求 到我们讲的行人地域 到底你的具体的做法是什么 那这个是大家比较期待的 那再来说过去桃园市这几个月 那发生比较多的一些负面新闻 都盖过他的一些施政的一些想法或者决策 比如说过去的停水米两口 到后来的沸沸的死亡 然后后面像是一些展览活动 他的执行上的问题 那他的危机应变的问题 然后都屡屡因为这些新闻 然后让桃园市越上的版本 可是张善政也当过行政院长 赵理说他行政院长的时候 其实对他买意度还蛮高的 为什么去当桃园市长反而是被看破手脚 我觉得或许有一种状况是说 因为过去的郑文昌市长真的是太勤走基层的 那勤走基层有个好处是说 我刚刚讲的 为什么民进大学需要勤走基层 因为有时候需要在这种过程中 听到大家的声音 然后知道问题 要不然有时候你可能你做出来决策 是不符合地方期待的 那这样的一个施政反而就会倒行逆施 或者就是去事悲公办 对我觉得有可能这种状况 有一次我去帮俊豪主持一个活动 就是温暖好证 我发现俊豪人气还不错 爆满 可是郑文昌去到现场的时候 他每个里长 他都有办法点出来 然后对于在中立 哪里有建设我都可以点出来 我想张胜胜应该没这个能力 我觉得因为我们那时候跟这场 很近距离接触的时候 我觉得他有个特质是 他真的非常去了解地方上的一些状况 比如说我记得我很有影响 有一次跟他参加一个活动 然后要到下一个活动的移动过程中 他突然想要说 我记得这附近有那时候 我做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建设 或一个什么样的规划 准备要做了 那我们就绕过去看一下 对他马上就是行动派 就是说这个地方的状况怎么样 去看了一下 对 那看了你心意去看的时候 就会更知道结果 会更知道他中间有什么样的需求 或者是要再加强的部分 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他 他的行动力是我觉得 他当时那种满意度非常高的原因 当然我觉得 现在张市长他属于 可能过去属于精英政治 他需要 他喜欢在那种府内 那种可能看数据 看资料 这样 对 他属于这种性格的人 那但 这种人的话 你就要有一种能力是 你要充分判读 幕僚给你的资料 没错 对要不然你会误判 对 那就回到我刚刚讲的 你可能做出来的东西 并不是地方上需求的 或者你做出来的东西 是没有温度的 对 因为他 说这个民调也蛮 这个满意度也蛮怪的 他在这个加等主里面 他还输这个中东井 还输这个林芝庙 这个我觉得蛮有趣的 因为张善政过去当行政院长 我记得那时候刚好是这个 台南地震发生 对 然后他也是下去救灾 然后让大家很有感 尤其是在 马英九执政的后期 留下蛮有感的成绩 可是 怎么他在桃园施政会 做成这样呢 个人觉得有点匪夷所思 但是我要来问一下 俊豪一件事情 高宏安只剩下55.9 最后一名 怎么会这样 其实我觉得 其实高宏安的事情 跟张善政的事情 大家都可以 其实发现是 就是他们前面的市长 的满意度都非常的高 对 我觉得或许就是一种对比 就是两个作风 就是有这么大的差距 那造成民众的感受度 有非常大的一个 强烈的一个反应 所以造成说他们现在 在民调程序上 非常的 不是那么多出色 但我觉得高宏安另外一个问题 是说 刚刚讲的 其实他 很多的事情 会让他觉得说 怎么会有那么大改变 比如说 你看他的 租借特产节 就好像变成感觉是 以 相关的物业 或者是那种 土地相关 建设相关东西 作为他一个 这个特产节的主体 然后到他现在 花那么多时间 在挖棒球场 挖棒球场 现在好像又要挑战停车场 然后到后面 整个冲划军的争议 我觉得造成他 现在整个民调 或他的市政满意度 那比较不理想 我觉得这可能 是他一个关键 另外有的 你上次有讲说 那个月饼 因为他月饼去采购的是 祖北的 对 我觉得这个 很离谱 就是说 虽然他采购金额不大 但是 这种各县市的采购 这种礼品 那是要送给 可能是 外来的一些并客 或者一些地方上 重要的社团领袖 甚至一些特殊的需求 但他一个目的是什么 通常他最大目的 也是要行销 在地的一些特产 没错 对啊 帮助在地的店家 所以我们都希望 在地采购 所以 据我了解 他当初也是用 最有力标 去做这个 什么叫最有力标 而且 通常最有力标 就是要 采购一些 真的符合地方上需求的人 那他通常会有些评分 对 那评分 刚刚讲 他的评分很多 会比较高分 就是讲 在地的食材 或在地的店家 那通常在这个方面 他可能会有一些 一定比例的 分数上的占比 那 才有这机会 保障他是真的采购到 这个在地优秀的店家 要不然用一个最低标的话 那当然大家压低价格 我会很难 对我会很难跟那种大厂商 去做拼比 对啊 那大厂商可能就不是在地店家 对啊 对啊 所以我觉得这部分 大家可能还没有在讨论这件事情 因为他现在要讨论这件事情太多了 对对对 对但是 我觉得 是我的话 我会认为说 我会很好奇 你用最有力标去采购这个中秋礼盒 但为什么会是一个外线市的一个铁板烧店的月饼礼盒 会得标 对他到底 他的得分的关键是什么 这个我觉得有必要说清楚啊 难道铁板烧专业是做月饼吗 对啊对啊 那到底他有什么优秀的一个 那大家开始有质疑啊 后来又发现说这铁板烧店的老板 好像也是所谓的公社会的委员 有听说是这样 因为实际上 安安饮料店 对对对 那饮料店 那个也是公社会委员 对所以我觉得 如果我是弊代表的话 我是新主事议员的话 我一定会针对这个事情好好去问清楚 我觉得这个事情很有必要说清楚 对因为俊豪是一个很关心在地发展的人 如果说高昂安藏的作为 是让人家蛮讨厌的 为什么呢 因为逐战特产节的特产地摊是 跟房地产有关 然后你现在月饼的老板又是公厕会 然后什么挖哥都跟公厕会 老板铁板烧 对 我个人觉得高昂安真的是 政商关系的结构非常紧密 恭喜呢 我觉得民众还蛮厉害的 高昂安上任才几个月而已 竟然可以搞那么大的关系 好倒数第二名叫做谢国良 哇那之前那个市长是叫林又昌 现在内政部长 其实林又昌施政在基隆也是还不错 因为不管是对于海洋休闲 渔港 然后观光复苏 然后这个国际海港的港口的新建 其实他做了蛮多的成绩 也当大有目共睹 可是他没办法成功交棒 结果谢国良小爱爸爸的勾勾楼赢了 你怎么来看谢国良 其实谢国良他就我的印象是 他是一个其实好像蛮资深的立法委员 对对对 那后来停滞了一阵子之后 这次又再回国再参选金融市长 那到我比较印象 他可能过去在产机上有些专业 但是也他的背景是好像是银行 对他们家 他们家银行 所以有时候会觉得类似他的那种 跟我们好像不太能了解地方上需求的感觉 也是一样 那在他做的很多事情 比如说他前阵子就是好像po一张机票 然后跟他护照说他出国 说我没有公费 其实民众在乎的不是这个 对啊 民众在乎是到底出国到底做什么事情 对啊 你旅游干嘛 你强调这些事情 因为我觉得对民众来讲不是会有很有感的 对啊 我觉得他们很常做喜欢做这样的事情 比如说我出国做经济舱啊 干嘛什么 我都强调说我是很清廉 或我在飞机上拿个电脑再做广告 我觉得现在有很多政治都喜欢做这样的事情 我觉得其实民众更喜欢的是你做自己 或者是你做出来到底什么是地方上 你做的事情 甚至是这地方上的需求 做最好的一个建设 对啊 对因为谢国良他跟高王安10月要去美国了 刚去日本回来又要去美国 所以你看他们两个呢 到底对于市政有没有在关心呢 因为 我们说真的 鸡人过去 我妈妈要回伊兰的时候 都要怕鸡人 海边 但是鸡人过去 偶偶吵吵吵在林佑昌任内是把他新建的非常的好 可是谢国良一上阵之后就搞得乱七八糟 可是 蒋万 蒋万 其实我说真的 他的美国某个这个周刊就说蒋万是未来总统领导人 可是 你看他在处理可能是柯文哲遗留下来大指这个倒塌案 他的表现可能就影响到他了 你觉得市府的态度是对的吗 我觉得像以积态建设来讲 其实这件事情是非常奇怪的一件事情 第一个 我觉得像这样的建案 发生这样的零损的问题 你通往很难是不列管的 依照我过去在桃圆的经历来看的话 我过去持有以差我快十件零损案件 这么多 对 那每件案件造成一些零损 但不一定都是这些建案造成的 但比如说造成了两百多处的零损 但是可能会有七成到八成会列管 那有三成不列管 但是你说完全百分之百不列管 我真的还没遇到过 对 因为你说跟这个建设公司完全没关系 其实非常困难 但到台湾这种地质的问题 其实很难没有 不会很难说没有任何的原因这样子 那另外我讲机械建设这个事情 就是说 其实但我觉得跟台北的一些 他的条例也有关系 他条例甚至是很优于建商 然后第二是说 我们到处看到那个新闻有讲 他们其实有个远端的监测仪器 其实在那个监测的过程中 他每天都会上去看 其实他们都已经发现 这个东西在下滑了 而且这个可以是看到你登录IP的 你说谁登录去看 其实是查得出来的 我觉得不管是建商 或者是台北市政府 应该要查出来 是谁在前景管上就有登录IP 去公开这些数据 那公开这些数据 你就知道说 其实他地层在下线了 你既然知道在下线的时候 为什么不去提醒这些人 对提醒相关单位 提醒市政府也好 或提醒建商也好 提醒住户也好 为什么不去做这些事情 对 好 我想给俊豪一点点时间 因为你现在要参选的是立法委员 是 那我们有两分钟 让你来自我介绍一下 好 明佑还有在场所有的现场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桃源市议员彭俊豪 那这次参加中立区的立委选举 当然大家过去觉得说 中立区是一个非常艰困的选举 但是我始终认为 只要你很清楚的论述 你有很明确的国家的愿景 同时你有很棒的地方上的主张 我相信就会增进到更加 更多市民朋友的认同 那这几年 我们在地方上情走基层 所以我们也只会知道 地方上的需求跟期待 那我们对不管很多的议题 过去没有关心到的 我们都花了很大时间去做投入 不管是我们刚刚讲 就学的问题 交通的问题 或者是动跑的问题 这每个议题 虽然不好处理 但是我们都愿意花时间 做沟通做讨论 那同时去满足各方的期待 所以相信我在沟通能力上面 在政策上面 或者在国家主张上面 都是非常明确的 那我也希望说 更多的市民朋友 借着这次机会 让中立有一个改变的机会 相信凭着我过去的 努力的精神跟态度 我相信我有这个能力 进入中央之后 有这个机会 透过政策 或者资源的挹注 让中立可以持续的进步 对 因为俊豪你是客家人吗 我是客家人 你是客家人 所以对客家文化上面 我相信俊豪也会很努力去做 因为我觉得中立是客家第一大政 第一大 第一大庄 客家第一庄 对 所以我看俊豪在那边的表现 是真的非常可圈可点 对 我会拜托各位 兄弟兄亲 是大了 因为俊豪在那一区 也算是艰困 那平正龙坛 还有一个流人造 他们两个愿意出来赞 而且都是年轻人 我觉得大家应该给他们 最大的支持跟鼓励 谢谢 那俊豪我非常开心 他今天来上我节目 因为他真的很忙 因为他真的很认真在跑 这是我看在眼里 谢谢 所以我说你如果准时到 我会觉得我很看不起你 对 所以我要拜托大家 那尤其明年的选举非常重要 政党票当然也是非常重要 也要支持一下 那拜托大家好好支持 好那我们节目到这里 非常感谢俊豪的丽领 我们希望下次有机会 继续来访问他 那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谢谢